大家好 歡迎收看傑森視角 最近一段時間我在跟國內親朋好友打電話的時候 他們經常會問一句說在美國生活還好吧 還安全吧 開始有些奇怪 後來美國的一些朋友在交流中也無意中提起說最近 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好像在增加 我這才意識到國內親人原來說的是這麼一個背景 平時工作有時候出去散步購物 沒有明確的感覺 那麼國內和國外的朋友這麼說了 我決定還是針對這個事情做一些研究 所以說過去這兩個星期 我看了很多的相關的新聞報導 也閱讀了一些研究論文 也看了一些最新的調查報告 那麼這期節目我主要是就我這些研究結果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針對亞裔的歧視事件近期是不是真的在增加 還只是一些波動 第二個如果是真的在增加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第三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海外華人應該注意什麼 首先呢這個話題的確是最近這幾個月媒體關注的一個焦點 今年一二月以來廣泛流傳有幾段雅裔被直接攻擊這樣的一個視頻 比如說一個菲律賓男的在紐約市的火車上被人用剪指刀一下子刮破臉 然後皇后區法拉盛一個52歲的婦女被一下子推倒在地頭一下子撞傷了 另外還有一個兩個70歲左右的亞裔婦女先後在地鐵站被人用手打頭部 然後呢還有洛杉磯一個男子在公交車站站的時候 沒有理由的被人把他手裡的一個棍子搶來把他自己打傷 對於這樣子普遍的報導呢 華盛頓郵報甚至在2月25號還出了一個專門的報導 這些報導呢普遍現象就是他們描述了現象但是沒有很多宏觀的統計數據 我比較喜歡宏觀統計數據因為單獨的現象不能表示那個趨勢的概念 就是不能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當然了就是你根據這些報導出來的案例你會發現一點就是所有這些案例主要集中在 東海岸的紐約市和西海岸的北邊是灣區南邊是洛杉磯市 這都是一些華人比較聚集的美國的大城市 好在呢紐約市和舊金安市他們的警察局呢有針對亞裔仇恨報告的這樣的一些記錄 那麼比如說呢舊金山的這個初步統計2020年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記錄有9起 相對應的這樣子的仇恨案例2019年是6起2018年是4起 所以說呢469是一個增加的趨勢 而紐約的報告呢就顯得更加的奇特一些 2020年紐約警察至少對亞裔的仇恨案件立了28起 而相應這樣的案件2019年直立了3起 從3起變成28起你何可能不得不承認 確實實實比如說像在紐約這樣的地區 針對亞裔的仇恨案例實在有一個增加的趨勢 當然了我們要客觀看這個問題 紐約市大概有120萬亞裔人口 那麼這麼120萬的亞裔人口一年有28起仇恨案件立案 相對來說應該還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比例 這種仇恨案件立案有人說了它不能表示全部的面貌 因為它畢竟是屬於這種犯罪立案這樣的概念 而且美國對於仇恨犯罪它的定義也是特別嚴格的 因為仇恨犯罪本身它不是針對受害人一方 甚至是針對受害人所代表的一個群體 美國司法上的話是一定要要求滿足兩個條件的 一個是滿足仇恨一個是滿足犯罪 這兩方面的條件 當然這個仇恨不是說這個人發火生氣 是說他在犯罪的過程中 有針對犯罪人有偏見和歧視的因素在裡頭 那麼有沒有一個宏觀的統計數據來展現 一般的沒有構成犯罪但是已經是明顯的歧視這樣的案例呢 事實上也有 你比如說在2020年3月份 疫情剛剛在美國爆發的時候 有一些亞裔的社團就擔心亞裔因為疫情會成為被歧視的對象 那麼他們就自發的搞了一個網站 叫做停止對亞裔的仇恨 英語叫 Stop AAPI Hate 這樣的網站 那麼這個網站就是 專門在全美收集 各種各樣針對亞裔的出於 種族動機的人身或者語言攻擊 也包括網上的霸凌等等 那麼截止2020年 這個網站收集到了 來自全美的大約2808起 由當事人自己提供的這樣的報告的事件 那麼在這個事件中的話呢 9%的人是遭受了人身攻擊 71%的呢 是遭受了語言的攻擊 而且呢 在受害者中 大部分是婦女 和目前媒體普遍報出來的案例 基本相符 當然有人說了 你這是報告和可能實際發生的數量 比這個可能還多 但是從另外側面看的話呢 這個網站收集的數據的質量 應該還是蠻高的 因為呢 這個報告中展現出來的各個族裔 就是報告人族裔的比例和 美國亞裔人口的比例 基本還是相符的 比如說其中 41%是華裔報告的 15%是韓裔報告的 8%是越南裔報告的 70%是菲律賓裔報告的 就是這些基本上呢 和美國亞裔人口比例 是基本一致的 這從側面展現 這個數據 還是比較高質量的 另外的話呢 它報告的亞裔人口的這個 來自的州 也和亞裔的分布很一致 比如說加州 佔整個報告量的40% 而紐約 特別是紐約市 佔了整個報告量的13% 加州和紐約市 也確實是 亞裔比例最高的兩個州 你要是按這個報告來統計 簡單一算你會發現呢 這個報告中展現出 紐約市2020年全年 有這個人身攻擊性質的這種騎士件 大約是33件 和紐約市警察 立案的28件那個數字 基本是吻合的 當然了有人說了 這也許這兩個完全報告的 是不是一回事 那你就是把兩件事加一塊 33件加28件 那麼整個在紐約這個128萬 亞裔人這個大城市裡頭 大約也就是可能最多61件 這樣報告出來的 針對亞裔的有暴力因素的 這樣的事件出現 上面這些數據和這些新聞報告 我總結了一下 大概有三點 第一的話呢 就是我認為美國近期 針對亞裔的騎士案件 從相對數量上 真的是在增加 但是從絕對數量上看的話 比例還不是很高 第二的話呢 這些事件大部分發生在 東西海岸幾個華人 或者亞裔比較聚集的大城市 比如說紐約市 舊金山或者洛杉磯市 第三個呢 你紐約市這個增長比較顯著 來作為特例來看的話 就是紐約這個有120萬 亞裔人口的城市 大約每天有一例 針對亞裔的騎士案件發生 這些騎士案件 大部分是語言上的這種騎士 有肢體攻擊因素的 大約是30期左右 當然我們是希望這樣的案例 一例都沒有了 所以說呢 近期的這個媒體社交平台 對於這樣的事情大量的曝光 是要有正面意義的 就是通過這樣的曝光 把這個事情擺在整個社會面前 從目前的一些報道來看的話呢 不管是從官方到民間 確實是對這個事情開始重視起來了 你比如說舊金山和洛杉磯的警察 它部門已經開始成立專案組來關注這個事情 甚至有些地方 特意在亞裔為主的社區增加增派的警力 而紐約市 它成立的這種專案組 全都是由亞裔警察組成的 他們會使一種不同的語言 而且有報導說 大概在2020年7月份的時候 布魯克林有一個89歲的老太太 被人莫名其妙地打了臉 然後呢 又把衣服還點著了 最開始這個老太太不願意配合警察調查 就想把這事劃過去了 結果專案組專門派了一個能說粤語的警察 去跟她聊天 結果老太太就把這個警察當孫子一樣 把整個案件詳細地告訴了這個警察 就是你可以看到 整個警察是已經開始努力針對這個事情了 而且呢 也報導了一些華人社區 也有一些志願者自發組織了一些街區巡邏隊 在沿街發一些有雙語種的這個小冊子 主要是告訴民眾如何向警方報案等等 這樣的小知識 這樣的這個巡邏隊在加州 在紐約都已經出現了 這大概就是我了解到的美國這方面的情況 這個其他華人佔比例比較大的西方國家的情況又如何呢 比較突出的是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人口中有華裔背景的大約有140萬人 比例已經佔到了澳大利亞人口的5.6% 這個比例呢 幾乎是整個美國亞裔人口也就是5.6% 所以說呢 澳大利亞的華人佔的人口比例已經遠遠高於美國華人人口比例了 當然了澳大利亞這140萬華人跟美國華人的這個背景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澳大利亞的華裔新移民的比例比較高 大陸移民的比例比較高 有這兩個特點 首先的話呢就是說呢在這些140萬的移民裡頭 已經開始關注疫情的爆發對於澳大利亞華裔是不是有什麼負面影響 近期的這個話題再次成為熱門話題 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3月3號以來 很多媒體都報導了澳大利亞有一個研究所叫做洛伊研究所 他對於華人社區搞了一個調查這個調查我覺得質量還是蠻高的 這個調查報告的名字呢就叫做《華人在澳大利亞》 這個報告雖然是近期發表的但是調查的時間段呢是2020年11月10日到30日這個區間 在這個區間他對澳大利亞大概1040個有華裔背景的成年人做了調查 當然華裔背景指的剛才我說了有來自大陸的也有澳大利亞本地出生的也有來自於港澳台的也有來自於馬來西亞的 這樣子都叫華裔背景 調查對象中的4分之3是澳大利亞的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剩下還有1分之1大概是長期簽證持有者 比如來這兒上學的中國學生 對於這個報告呢各大媒體幾乎清一色把焦點集中在 眾多結論中的一個結論那就是 在過去12個月有18%的華裔 個人感覺他因為他的族裔身份而受到人身威脅或者攻擊 這個報道一出來很多澳大利亞的華人對於18%這個數字就感到有些高的不可思議 你想18%集氣庫就相當於每五個人就有一個人 有這樣子的不愉快的經歷 那麼在澳大利亞深華的華人 應該每個人都應該知道一個或者多個人有這樣的經歷 因為每五個人就會有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這又好像和 目前澳大利亞華人整體的這種實體感覺相差甚遠 所以說網上有人分析說這個比較離譜的結果 可能是因為調查問卷有問題 比如它的問題有誘導性或者由陷入為主的因素等等造成的 甚至有人估計說 1.8%降10倍都有點高估了 因為我對澳洲華人生活沒有切身體會 我在這裡就不針對這18%這個數字進一步討論 但是這個報告中有一些其他的結論我感覺也非常有趣 你比如說報告談到有關在日常生活中 這些華人感覺作為澳大利亞社會的議員是否被這個社會普遍接受 有這麼一個問題 其中69%的華裔是說他感覺是被澳大利亞社會所接受的 另外還有77%的華裔說澳大利亞是一個很好或者非常好的居住地 只有2%的華裔認為澳大利亞是個很糟的居住地 這種被澳大利亞社會的這種接受感對澳洲生活環境的這種滿意度 都這麼高 實在不像是一個被普遍歧視的人群的這種感受 有的人就說呢 其實很希望有一個真實的第三方調查問一問在廣東打工的那些中國人 是不是能有這麼高的好像被當地社會的接受感和 對當地生活環境的這種滿意度 其實我感覺就是說不管是69還是77都是非常高的滿意度 你要是看這些報告的細節的時候你會發現呢 他得到18%的華裔有被歧視的經歷那個問題實際上是個多選題 在那個問題之外還有其他的選項你可以多選 而這個被歧視實際上是多選中被選擇最少的 而多選者被正面選擇最多的另外一個選項是有40%的華裔表示 在過去這12個月裡頭 因為他的華裔背景 有人給他們特別的鼓勵和支持 當然這一點的話媒體報導就不是那麼多了 好這就是第一個問題 下面我們討論第二個問題 就是華裔如果被歧視的案例確實有增加 那麼推動它的背景原因到底是什麼 美國這邊的報導主要集中在原因就一點 就是2020年爆發了新冠疫情 在很多報導中媒體大概特意還提 說川普把這個病毒叫做中國病毒 很多媒體的暗示說是川普這種說法誘發了對華裔歧視 但是好像如果川普這麼說美國老百姓就不知道這個病毒的權力是哪兒 就不知道中共在疫情之初對於疫情權力隱瞞的那個歷史 這種在新聞中夾帶政治私貨的這種做法的話 其實有些侮辱讀者的智商 另外的話我在研究針對亞裔歧視這個話題的時候 我又感覺到好像很多媒體甚至包括一些學術刊物的論文 都努力的在暗示對亞裔歧視的主體是白人 是美國白人 你就比如說吧 美國刑事司法雜誌 在2021年1月7日發表了一個論文 題目就叫做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犯罪 有這麼一個研究報告 報告就把對亞裔仇恨犯罪的族裔 只分成兩類 白人和非白人 你按這樣的研究結果研究 你的結論只能是主要針對白人 而且我們知道了美國不同的族裔 它的人口基數是不一樣的 白人的基數最大 正常的情況你要把每個族裔對亞裔犯罪人數 要以它整個族裔的整體人數基數標準化以後 各個族裔之間對於華裔的危險度才有可比性 但是在這個論文中一個重要的結論中 它卻沒有做這樣子一個最常識化的標準化處理 那麼其結果就是從數字上你看 好像白人就是對亞裔實施仇恨犯罪比例最高的族裔 上個月我在網上看到一個視頻 是一群人在紐約街頭遊行 遊行的主題是抗議白人至上主義造成的近期對於亞裔 其實時間上升這樣一個現實 當時就讓我看得一頭霧水 好在最近我大量研究之後的話 我才意識到 遊行的人可能是真的信了左派媒體和學者給他們準備的這些左派理論要玩了 這種利用亞裔被歧視卻努力推左派理論的做法呢 我真的覺得讓人有點厭惡 當然了澳洲對於華人社區那個調查中 也有一個有關歧視原因這方面的一個問題 就問採訪人你認為原因是啥 三分之二被採訪的華人認為是有疫情的原因 52%的受訪人認為是中澳兩國關係惡化的原因 從這個數字你就看到 有很多人選擇事實上是 疫情和中澳關係綜合促成了 現在華人這樣的一個狀態 其實我感覺美國目前的情況 你要理性的說應該也是這個綜合因素 好這我們就回答了第二個問題 那麼第三個問題的話 就是對於目前整體這個形勢 我們海外的華裔應該注意些什麼事 首先在美國加拿大澳洲歐洲大部分的 這些海外華裔不要過度解讀目前所有這些 針對華裔歧視現象這種上漲的這種情況 就是不要過分解讀沒有必要 因為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低素質的人 都有有偏見的人 所以說呢 這種人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時期 他就會蹦出來 他就會有所表現 那麼表現的結果就是 對於亞裔的歧視的案例 有增加的這個現象 但是呢 你只要是這個社會 你比如說美國社會 他沒有確立一個明確的 種族歧視的法規或者條文 而且呢整體社會人的文明程度也比較高 包括美國澳洲這樣的社會 而且呢對於社會已經出現的歧視現象 這個社會能正視 並且也積極的解決 美國了澳洲了 其實都是處於現在已經正視這個事實 在開始解決這樣的一個狀態上 而作為我們海外華裔來說的話呢 我們也應該秉持一個理性的態度 不卑不亢 一方面呢 我們不要落入這種受害人弱勢群體的這種思維陷阱裡頭 而相反 我們應該利用目前這個社會 已經提供的這種合理合法的渠道 積極維護自己的權利 其實呢 報導中我們前面也提到了 很多華人已經在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大家能做到這兩點 就是我感覺呢 現在這些歧視現象 應該不會越來越惡化 未來進入一種失控的狀態 當然了 我們也不能否認海外華裔的確背負了一個不幸的包袱 不管你來自哪裡 不管你來自台灣香港還是馬來西亞還是中國大陸 你不得不承認一點 中共管理的那個中國大陸的表現 往往就成為全世界人眼裡 華人表現的那個代表 這就成了整個海外華人的一個包袱 從歷史上看 中共在國際的影響力 對海外華裔帶來的 大多是一種傷害 我們就舉個例子吧 很多人現在就是這個年齡的人應該還能記得1998年 5月份印尼那個排華暴動 在那次暴動中有上千的印尼華裔被殺 上百的華裔婦女被強姦 但是那個事件和1965年印尼爆發的另外一個更大的排華 暴動相比 那實在是小物見大物 根據後來的研究人員的研究統計 1965年那次大約有50萬印尼華裔被殺 而且1965年印尼排華暴動之後 印尼政府不但不保護華裔 而且從法律上進一步規定華裔不准講華語 不准辦華人學校 不能進入政治體制 但是這些30多年執行的對華裔的歧視政策 其實也是引發1998年印尼排華暴動的那個社會基礎 那麼1965年對印尼華人這麼大傷害的暴動的根源是什麼呢 有些人說呢 就是中共總理周恩來說的一句話 他向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代表拍胸圖說 東南亞有那麼多華僑 我們中共政府有能力通過這些華僑 輸出共產主義 使東南亞一夜之間改變顏色 其實呢 在五六十年代 中共確實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和軍事裝備 主要目的就是輸出革命 扶植印尼的共產黨 當時印尼的共產黨勢力發展非常大 是在中共和蘇共之後的全世界第三大共產黨組織 黨員大概有200來萬 這個對於印尼那個傳統社會就造成了巨大的危險和衝擊 整個事件的導火索呢 是1965年9月30號 印尼共產黨成員發動了一個930事件 當時呢 印尼軍隊的領袖呢 就是蘇哈托 他就借這個事件 指責印尼共產黨在暗殺政府官員 試圖奪權 隨即在全國策動了對於共產黨的大清洗 大量的華人在這個過程中就成了替罪羊了 整個這個過程政府殺華人 暴民殺華人 這種雙重的殘暴 最後使得大概50多萬華人在這個過程中被殺 目前的話呢 西方國家發生這樣子悲慘事件的概率幾乎是零 主要原因呢就是呢現在我們知道像美國澳洲這樣的國家 人民素質和社會制度和當年印度尼西亞是天地之別 我舉這個例子呢 雖然有些耸人聽聞 但是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想呢 中共的政策對於海外華裔 其實呢是有潛在的負面影響的 盖洛普3月3號公佈了一個最新的調查 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好管度 創了40年來的歷史新低 只有20%的美國人對中國吃好感 這個調查表面文字是說是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好感度 但是如果你仔細研究的話呢 你會發現更準確的說應該是美國民眾對於中國政府 或者是對於中共的好感度 我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看歷史書記你就知道 你比如說呢 什麼時候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好感度最高 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前的幾個月 當時整個中國民主運動波瀾壯闊 整個全世界的話呢 就看見了中共當時表現的是一個容忍的狀態 而且中國人有這種追求民主的這樣子一個努力 所以當時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好感度達到歷史高峰72% 但是呢 在6月4號血腥之壓之後 1989年8月份 同樣一個調查 整個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好感度一下子從72降到了34% 前後幾個月 中國人還是中國人 中國土地還是那塊土地 唯一不同的就是 在6月份中共政府展現了它殘暴的本質 所以說呢 我就認為呢 這個好感度其實呢對於很多思想比較簡單的美國人的潛意識中呢 它實際上是對於中共政府的一個好感度的評價 那麼近期美國對於中共好感度的歷史新低 除了中共隱瞞疫情有這樣對中共的怨氣以外 中共近年在國際上的表現 也是在加速美國人對於中共好感度的下降 有一個政治新聞網叫做Politico 在3月5號發表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習近平把我變成了對中的鷹派》 這篇文章的作者實際上是展現了一個很有代表性的 美國人對中國思維轉變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文章作者呢 舒門是一個對中國充滿感情的中國通 他從2020年以來在過去近20年一直在北京或者香港工作 幾乎走遍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 也寫了兩本有關中國的著作 但是呢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越久 他的心情越來越黯淡 他發現呢富裕的生活和高科技的發展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更多的自由 科技反而成為中共控制中國人一言一行的一個監控網 儘管習近平沒有在全世界煽動共產主義革命 但是呢他領導的共產黨卻在努力改變世界對於好政府和民主價值的定義 中共推行專制制度 而且呢中共在整個疫情過程中媒體毫不顧及的諷刺美國對於疫情的反應 並因此而歡呼 對於中共這種表現 對於海外華裔帶來的只可能是負面影響 那麼海外華裔能做啥呢 我覺得唯一能做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理性的展現出對於普世價值的認同 對於中共意識形態的否定 那麼對於這點上來說澳洲那個調查展現出來澳洲華人此時此刻的狀態 真有點相反 他明顯展現出呢 很多澳洲華裔目前在意識形態上和中共非常吻合 和澳洲大眾的思維卻非常對立 你比如說有一項就提到了對於民主制度和非民主制度的看法 36%的澳洲華人欣賞民主制度 卻有41%的澳洲華人更欣賞非民主制度 那麼與此對比澳洲的人呢 71%的澳洲人欣賞民主制度 只有16%的澳洲人欣賞非民主制度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認識差別呢 澳洲那個調查其實也給出了答案 那個調查中發現74%的華裔看中共官方新聞 84%的受訪的華裔 平時呢使用中共的社交平臺 包括微信等等 用這樣的社交平臺來獲取信息來閱讀新聞 而其中36%的人幾乎從來不閱讀英文新聞 好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您能訂閱我這個頻道傑森視角 tucked好 霍